郑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7月23 宁王朱晨豪率军自安庆撤退 抵达颇阳湖西边的皇家渡 他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那个曾经从自己手里溜走的对手 王守仁 宁王可就要来了 自己部队那两把刷子别人不知道 属下们可是心知肚明啊 于是呢纷纷建议 调图累时加固城防 可是王守仁呢 却似乎并不担心城墙厚度的问题 因为他呀也并不打算放手 王守仁这么说啊 敌军虽重 但功成不利 士气不震 我军已断旗后路 且以大义之君讨不义之敌 天意助我 往中卫同心 以锐兵破敌 必可一举荡平 到此为止吧 朱晨豪啊 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你已经杀死了太多无辜的人 这一切 应该结束 就在宁王抵达 破阳湖黄家渡的同一天 王守仁也带领军队主力赶到了这里 在对岸扎营 准备最后的战斗 决战即将开始了 那我们就得先介绍一下双方的出场队员 因为这也实在是两套十分有意思的阵容 朱晨豪方面呢 总司令是朱晨豪 先锋官零十一 这是一强盗啊 中军的身命二十四 这是一海匪啊 后军接应吴十三是个强盗 王伦是个降官啊 参谋呢 是李世时刘养正 这是朱晨豪这边 王守仁这边呢 总司令王守仁 先锋官武文定 这是吉安之府 中军戴德如临江之府 行巡 干州之府 等等 后军呢是胡耀元是个通判 徐文英呢是个推官 王勉呢是个支线 如果你还在等待什么名将了出场 那失望了 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王守仁之外 其余的大多没什么名气 再说明一下啊 以上列出的这些名字 你全都不用记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没什么露脸的机会 因为这摆个造型 是吧 亮亮身份就完事 总结双方将领的身份阵型 对阵形式大致可以这么概括 叫流氓强盗对书生文官 这玩意没办法 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了 双方都是仓促上阵 能拿出手的人才啊 实在不多 只能啊就这么凑合着用 所以大伙你也多多原谅 是吧 郑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 双方集结完毕 二十二日夜 王守仁决定先攻 时间是第二天 等到二十三号来了 令人诧异的是呢 整整一天王守仁军 一点动静都没有 士兵们也没有要去打仗的意思 湖岸一带是寂静无声 一片太平景象 其实啊 这也不奇怪 你照王司令那个一贯的那德行啊 晚上发动夜袭 才是王司令的个人风格 哎 这次也不例外 二十三日深夜 进攻开始 王守仁亲自指挥战斗 武文定一马当先担任先锋 率领数千的精兵 在黑夜的掩护之下 摸呵向着宁王军营 可就前进开了 可是当他们走的半道的时候 却惊奇的遇到了打着火把 排着整齐队列的宁王军队 很明显 他们已经等着有点不耐烦了 没办法呀 王司令出阴招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大伙都知道他老兄奸诈狡猾 宁王那也不是个白痴啊 是吧 他估计到王司令又得夜袭 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看着对面黑压压的敌人 吴文定啊 十分的镇定 他果断的下达了命令 砰 宁王军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送上门的肥肉啊 朱晨豪当即命令全军总攻 数万士兵 颜颇阳湖西岸向王守仁军长 忙扑过去啊 王守仁军是节节败退 无法抵挡 眼看着自己这边就要大获全胜了 拜朱晨豪现在开始洋洋得意了 可就在一瞬之间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军队陷入混乱了 怎么回事呢 吴文定的退却 是一个圈套 王守仁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认定了叛军实力较强 不可立地 所以他故意派出吴文定率军夜袭 目的啊就一个 吸引叛军离开本军营帐 而在叛军发动进攻的比荆之路上 他已经准备了一份出人意料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瑞州通判胡耀元带兵的五百伏兵 他们早已经埋伏在道路两旁 吴文定的军队逃过来 他不接应 叛军的追兵到了 他也不接机 等到叛军全部通过之后 他才命令军队从后边来呀 给我狠狠的打 叛军正追在兴头上呢 屁股浩躺 突然狠狠挨了一脚踹 莫名的就杀出了一些奇妙的人来 哎呀 连砍带劈的 黑灯瞎火了 夜里谁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而此时前面的吴文定呢 人也不跑了 重新整队过来 开始往回眼上 前后夹击之下 叛军是人心慌慌 只能是分兵抵抗 可是啊 他们这忙才开始啊 前后这俩冤家还没应付了呢 突然从军队的两翼 又传来一阵杀声啊 这大致可以算是王司令附送的纪念品了 他唯恐叛军死不干净 又命令临江之府戴德如和圆州之府续练 各带上千名士兵啊 埋伏在敌军两翼 看准时机同时发动进攻 伸手不见六点的黑夜 被人团团围住 前后左右一顿爆摔 叛军兄弟们实在是撑不住了 跑吧 哎 跑得快的都逃了 实在逃不过的往湖里边跳 叛军是一败涂地 出战失利 事后战果合计 叛军阵亡两千余人 伤者不计其数 还没有统计跳水失踪人员 凝王就咱们这败了 他率领军队退守 破阳湖东岸的八字脑 自诩聪明过人的刘洋正和李世识 两位先生终于领教了王司令的厉害 顿感大事不妙 主动跑去找朱振豪 开动脑筋 献计献策 这次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咱们先撤退得了 可是一贯对这二位憋角军 是言听计从的朱振豪呢 却拒绝了 朱振豪说我不会逃的 起兵之时已无退路 而进到如此田地 战死则已 绝不后撑 这位能力一般智商平平的藩王 终于是找回了祖先留存在血液中的尊严 军师们沉默了 他们也懂得这个道 只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啊 太可怕了 王守人善用兵法 诡计多端 在那个时代 他的智慧几乎是无可忘记向背的 那么他意志坚定心如止水 没法收买也绝不妥协 这似乎是没有任何弱点的人 朱晨豪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低头不语的废物 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有办法 我有一样王守人没有的东西 我有钱 王守人招兵的秘诀是开空头支票 所谓评判之后高官后禄 仅此而已 朱晨豪那不一样 拿给的都是现金啊 真金白银的给啊 他拿出了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宝 并召集了那些见钱眼开的强盗土匪 他很明白对这些人什么仁义道德呀 那倒是屁话 别跟他们说 你只要给钱 他们就卖命 面对那些个贪婪的目光和满地的金银 朱晨豪大声宣布 明日决战 诸位啊要全力杀敌 接着就说实惠的 带头冲锋之人赏千金 但凡负伤者 皆赏百金 这一下子收叠的人们 立刻的群情激昂了 奋斗着昂扬起来 纷纷表示愿意拼死作战 朱晨豪同时下达了一道命令 九江南康的守城部队撤房 立刻赶来增援 失去南昌之后啊 九江和南康呢 已经成了朱晨豪唯一的根据地了 但是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些事也顾不上了 棺材本全拿出来 王守人也给你拼了 郑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战斗开始 朱晨豪献功 王守人站在远处的剑楼之上观战 前日大胜之后 对这场战争的结局 他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 所以当敌军来袭之时 他没有丝毫的慌乱 仍然命令武文定帅前锋迎敌 在他看来 这不过就是一次普通的进攻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交战的士兵却惊奇地发现 这批敌人确实特别 他们个个的跟刀枪不入似的 许多人赤膊上针 提着刀 毫不躲闪就猛冲过来 眼里似乎还放着金光 面露啊 疯狂的表情就差在脸上写下来 快来砍我几个字了 那你再正常不过了吗 冲锋赏千金 负伤还能得百金 那比医疗保险个老靠多了 稳赚不排的买卖谁不做呀 事实证明啊 空头支票 京中报国 还是干不过真金白银 荣华富贵 几次冲锋之后 王守仁前军全线崩溃 死伤数十人中军 可开始混乱起来了 在远处的王守仁 屁股还没做热乎 就看到了这混乱的一幕 当即大汉 吴文定何在 吴文定就在前军不远的位置 前方抵挡不住 他却并不慌张 只是拿起了配剑 迎着败退的士兵 急步走到了交战前线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他拔出了宝剑 只剑余地 突然间大喝一声 此地为界 越过者 就是这么说 可是话说在战场 保命是最重要的呀 你这么说 就好使了吗 有些个士兵 不知道吴之府的厉害 依然越界逃跑 可是一贯以凶狠文明的吴之府 着实那不是浪得虚名啊 不但嗓门粗 胆子大 剑法也是相当了得 连杀七八名逃跑士卒 前有叛军 后有吴之府 五颜王 左思右想之下 士兵们还是决定得了 达叛军吧 毕竟战死沙场 朝廷多少 还能追人个名粉 给抚恤金 死在五支府 剑下 杀捞不着 于是呢 士兵们就此抖擞精神 重新投入了战场 局势呢 终于稳定下来 王守人军 逐渐的占据了上风 并且呢 开始发动反击 然而就在这时候 湖中突然传来巨响 无数的石块铁弹 随即从天而降 前军士 防备不及 损失惨重 你要说 朱真豪那边啊 倒也不是全窝囊废啊 他也在远处观战 眼看着情况不妙 随即命令停泊在 颇杨湖 当中的这个水师舰队 想岸上开炮 实行火力压制 这种海陆军 配合的立体作战方法呢 这个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不但大量杀伤敌兵啊 还有极强的心理震慑作用 毕竟天上时不时 掉大铁球子 石块子 也让人胆寒 这个战局呢 又一次陷入了胶着 关键时刻一位超级英雄出现了 当许多士兵丧尸斗志 心怀恐惧准备后退的时候 他们惊奇的发现 在这弓箭石块 满天飞的恶劣环境中 有一个人却依然手握宝剑 站在原地时 一动不动 丝毫不退 微然如山 那个人是谁啊 就是 武文定 在箭矢横飞的环境当中啊 人们通常的动作都是手忙脚乱 爬来滚去 相对而言 武之府这种造型 那相当的潇洒 可是在战场上要酷 你就得付出代价 很快武之府就吃的裤头了 敌传打出的一炮 正好烙在他附近 火药点燃了他的胡子 这是个毅然物 极其的狼狈 可是英雄就是英雄 所谓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武之府那相当的狠 据史料记载啊 他一看胡子着火 毫不慌乱 仍然纹丝不动继续指挥战斗 这里边插一句啊 虽然史书上呢 这个为了保持武文定先生的形象 没有交代着火之后的事情 但是啊 这个我们坚持认为 武先生还是及时的灭了火的 毕竟只是为了摆造型嘛 任由大伙烧光胡子 也实在是没有必要 对不对 要知道武先生虽然狠 但是他不是傻 是不是啊 但榜样的力量 确实是无穷的呀 武文定的英勇举动 大大鼓鼓了士兵们的士气 他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奋勇前进 挡住了敌军的进攻 局势再次稳定下来 一方有名将压阵指挥 士气旺 另一边有医疗补助 不怕砍 两军就在坡洋湖边僵持不下 竭力厮杀 你来我往 死伤都极其的惨重 此时天色已尽黄昏 仗打的这个份上 双方都已经是精疲力竭 胜负成败 就在那一线之间的 就看谁能坚持的最后一刻 朱晨豪已经用尽了全力了 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 对面的王守人也快撑不住了 毕竟自己兵更多 还有水军建船 只要能够挺得住 毕竟是大获全胜 可就在他眺望对岸湖面的时候 才猛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王守人也是有水军炮舰的呀 可是为何之前炮舰射击的时候 都不还击呢 还没等他想出所以然来 对岸的战船 突然是同时发出轰鸣 王司令的亲切问后面夹杂着炮石 从天而降 一举击沉了朱晨豪的附舰 他的旗舰也被击伤了 答案揭晓 第一王司令喜欢玩阴的 很少去搞直接对抗 第二呢 王司令手里边啊 剑船和弹药不多 必须观察敌剑朱立的位置 得了 这下子彻底没指望了 所谓行不易者 天意厌之啊 大致可以作为当前局面的注解 朱晨豪呆呆的看着他的士兵们 节节败退 毫无斗志的开始四散逃跑 毫无反 大炮也用了 钱也花了 半份用完了 结局到这了 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战斗就这么这结束了 此一战 朱晨豪战败 阵斩两千余人 跳河逃生 淹死者 过万 到了现在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晨豪先生 因为虽然败局已定 他却并不打算逃走 趁着天色已晚 他将所有的舰船集结起来 成功的退到了 潘洋湖岸的桥舍 在那里 他决定要重整旗鼓 接下来发生的情节 可能各位比较眼熟 但是大伙不要介意 由于陆地已经被王守人军占据了 为保证有一块平稳的立足之地 朱晨豪当机立断 无比英明的决定 把船只用铁锁连在一起 连周围方针 当然了 他对自己的决定是很得意的 因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 可以方便步兵转移 可以预防风浪 对不对 这是正德年间的事情 距离明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三国演义已经公开出版了 而且估计就风行多年了 朱晨豪先生既然有那么多钱 怎么就不念一念书呢 是不是 要么他没买 要么买了没仔细看 朱晨豪先生 朱晨豪先生 就凭这一点 这辈子已经没指望了 希望下辈子能好好地学习 用心读书 这些事情忙活完了 朱晨豪总算是松了口气了 活动活动 经过回去睡觉去 可是王守人没睡 朱晨豪前半夜忙活 他派人看 等朱晨豪忙活完了 他开始在后半夜干活了 整整活动了一宿 搞定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 王守人肯定是看过三国演义的 而且还比较熟 郑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晨 朱晨豪起得很早 因为今天他决定杀几个人 在旗舰上 朱晨豪召开了战情总结会 他十分激动地痛斥那些 贪生怕死不顾友军的败类 还特别点了几个人的名字 那意思是要拿这几位 拿钱不办事的兄弟开刀 可还没等他喊出推出斩首 这就颇为威风的话 就听外边突然惊呼 大火火呀 昨天晚上王守人做了明确的分工 将舰队分成了几部分 戴德如帅左翼 训练帅右翼 胡耀元等人压后 预备发起最后的攻击 得力干将武稳定 负责准备柴火和船只 接下来这情节就太老套了 不用我说 相信大伙都能备出来了 具体攻击流程就是点燃船只发动火攻 封住火攻 然后呢 引燃敌剑 发动总攻 敌军愧退 结局有点不一样 朱晨豪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华容道 看到漫天火光的 他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 乖乖的就做了王守人军队的俘虏了 与他同期被俘的 还有丞相李氏时一干人等 以及那几个数字 什么明二十四 零十三 零十三 零十一 什么的啊 家族出身的这个强盗 是吧 不读书或者说部长记性的朱晨豪 终于是失败了 并且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他有当年朱棣的野心 可惜了 他没有朱棣的能耐 所以说 他只能到此为止 不一般来说呀 兼个职徒就算死到临头 也得耍一把威风吧 刘锦算一个 朱晨豪也算一个 被押界下船的朱晨豪 获得了高级囚犯的待遇 干什么 起码 浑然不似囚犯 仍然摆着王爷的架子 轻飘飘进入了军营 看见了王守仁 微笑着和对方打起了招 哎呀 此我家事 何老费心如此啊 王守仁没有笑 怒视着朱晨豪命令士兵 来 把他给我拉下马来 绑了 王守仁不会忘记 这个谈笑风生的人 为了权势和皇位 杀死了孙遂啊 发动了不意的战争 害死了许多的无辜者 他是不值得同情的呀 捆绑的绳索终于让朱晨豪慌张了 他现在才开始明白 自己此刻的身份 你还是藩王吗 不是 你是死囚啊 于是他开始求饶了 哎呀 王先生 我愿意削除所有护卫 做一个百姓可以吗 回答十分干脆 有国法在 朱晨豪低下了头 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僵尸生命 不见棺材不掉肋啊 朱晨豪先生 悔 晚了点吧 7月27 凌王之乱正式平定 朱晨豪准备了十年 在南昌起兵叛乱 后被干单巡抚王守仁 一举剿灭 前后立实供 35天 一个月前的王守仁先生 手无寸铁 孤身夜奔 他不等不靠 不要中央援助 当然也没有 甚至不要中央政策 当然也没人给 因为皇上根本找不着 转瞬间已然 小米变大米 鸟枪换大炮 就此平定叛乱 是名垂 千古 就这等空手套白狼之奇迹 可谓是绝无尽有堪称 不适之奇功啊 在我们看来 支撑他一路走来 建立绝代功勋的 除了无比的智慧之外 还有他那永不动摇的信念 报国救民 坚持到底的信念 事情终于办完了 叛乱也平定了 人抓住了 随从大臣 三百多人 愣是一个都没溜着 你打水战往哪跑啊 跳水里淹死 连通缉令都不用贴 更别说费什么事 印什么扑克牌了 也算给国家节省资源 多少为战后重建 打了个基础 王守仁曾经认为 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一贯正确的王大人错了 恰恰相反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场真正致命的考验 正在前面 等待着他